底下后面我们在第三章里面还有很多 我想因为有些细节 可能没有办法讲那么细 请各位自行再去看一下第三章的页面的说明 然后还有什么超连结怎么做 超连结 我是建议就说就用怎么紧超连结 其他的话站外连结 这边也有相关说明 各位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另外还有可以打电话 还有没有都有 这边有相关的范例 我想各位可以试一下 比如说你希望按下去之后 可以打电话到某一个号码的话 按下去同样的你也可以什么 他会跳出那个拨号 那你可以再去拨电话出去也OK 比如说你们 假设你是公司的一个APP 那你也可以怎么 按下去就会连结到公司的电话 直接可以拨电话 或者你是个业务人员 你也可以按下去直接拨你的手机 那就增加你的那个什么 那个成交的机会了OK 其他相关的这部分我想各位可以看一下 另外这个也非常重要 在三支三支一里面有没有 有一个叫新名的 新名是这个非常重要 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更改颜色的话 你就要去记得 Data Thinming 那这里特别注意 这边只提供五个颜色 分别是A B C D E 五种颜色 那这五种颜色分别是什么 黑蓝银灰黄 所以以后呢如果你要制定成黄色的话 就给他一就可以OK 那怎么改 我们等一下再举例子来看好了 比如说你要改这上面 连这个部分都可以改 你可以试试看 那相关的说明 等一下再来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地方 假如说这个back也可以改颜色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 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要改成button 上个礼拜有讲过 button的话 你直接点他改什么 改这个JKMobile里面的data law 有没有data law里面改成 这个data law里面 改成什么 改成button就可以了 那另外就是 但是如果我不要改button 我要改什么 改成list view 那list view特别注意 第一个一定要项目符号 如果你没有用项目符号的话 你没有办法改成list view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请各位把这三个 选取起来 然后再改什么 data law 特别是先选取 第二个的话 改点下去 有没有 改一个叫list view 找一下list view 点下去之后的话 ok 这个效果就做出来了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list view的效果做出来呢 来我们来切到什么 即时来看一下 ok 本来是点点点 有没有 马上 我们的这个效果就套用上去 基本上非常简单 选取 list view 就做出来了 ok 这个是data law的效果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效果 就是说 呃这个地方我希望做出类似像 这个这个地方的效果 上面还要做一个net bar 怎么做 还有上面的图 基本上你们自己再把图放进去 图怎么放进去呢 其实就是跟我做网页一样 以往 那